為了要鼓勵我們的企業會當時六甲的決定協和 市府六甲教室特別基盤了 文新決定的政策活動 今年已經進入了第三次 希望能夠來就有標準的方式 來喚起更多企業會 阻止六甲的好意 創作優先決定 這會當中有認識的留學長 活動會從三月一會開始到四月二十多次 有興趣的企業會當本來參加 為了要鼓勵企業會當時六甲決定協和 市府六甲教特別基盤 台南市文新決定精算活動 希望能夠透過標用的方式 換起更多企業作為來創作優先決定 就出來提醒完工的向心力 由於企業開始報名到四月二十多次 像是人在說的 民財是公司最重要的主催 所以要如何留下民財 已經身為現在企業主的一大副地 創作優先一張就是其中一個方法 市府六甲教也邀請幾年 在到優先的企業代表 向大家分享自己公司的這張環境 當同事看到公司願意相信他的時候 我相信企業就會開始做一些轉變 那我們這幾年 每一項一項慢慢做 從那個黃貸到那個義而津貼 到那個協助他還那個卡債 那這些事都不是只做一年 這些都是長期不斷的在做 因為我們相信所有人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這些人會改變 那也因為這些措施 我們發覺到為什麼 在當下很多企業很擔心的 都是員工的留任力 那員工要留任力好 我想不就是要創造所有同事 再看到整個企業願意 對他做一些友善 那我想這個企業就會開始朝著更正向 今算我當對三位一合開始 到四位幾十合十字 歡迎有興趣去加入掌握官報名參加 不然是為自己公司進攻 也在共同為了港區重新後 施進這份勝利 其他國家民信仰苦彩方報得